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秦庆他们眼看着有个梁家女子被人强抢 问附近的人呢 都是劝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突然间客棧的黄老板哭着走来 告诉秦庆他们听 他的女儿原谅被人抢了 用一顶小脚抬走了 秦庆他就看人生气得磨拳策掌 感动的黄发 我们快点去打狗黄姑娘 有此理所找到那个花花公子 一拳打死他 黄老板就说 春之夜 麻烦你想法治 救回我女儿 要不然我也不做人了 秦庆这样想就说 黄老板 你知道他抢你的女儿是谁吗 我 我不知道 就是 黄老板 你在等我们 支持到天光 我们一定将阮娘救回来 你千万不要走开 如果我们将阮娘救回来 又找不到你就麻烦了 哎呀 那如果等到天光 你们不回来呢 那啊 如果等到天光 我们还不回来呢 那就不止你的女儿不行 就连我们都不行了 你就快点回去客店 带着老婆 带着老婆 好好好 那我就在那里 死等你们了 秦庆将黄老板安置好 帝兄六人 就顺着先求 抢人那顶脚 走的方向 一直追过去 但是抢人的究竟是谁 不知道 走着走着 迎面有个老伯 一手扶着拐掌 一手拿着灯笼走着来 秦庆叫那几兄弟 缩在一旁 自己走前几步迎上去 对老伯拱手行礼 老伯有礼 伯父举起灯笼照一照 说 又礼又礼 什么事 我想问你老人家 刚才在大街 有人强抢梁家妇女 就说这条行走着 那帮人究竟是哪里 老伯 你知道吗 你这件事 哎呀 你不要问了 我告诉你 闲事就莫你 搞得不好 连命都没有了 年轻人 你明白 是的 老伯 我不是想你闲事 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你只是想知道是什么 那个老伯中灯笼举起来 前后左右一照 见到没人 那他就说 你今晚在灯市 有没有见到 有个公子 有个公子 摆个灯笼棚 和速谷台 有 说你听 抢人的就是那个公子 他就是当朝宰相 宇文化 夹的第三子 叫做宇文成位 他有个花名 叫做花花太帅 你听着听我花名 就知道他好人有限 他手下有批恶奴打手 怨满抢女人 横行 怕得就无所不为 他说有权有势 真的受了害你 也有冤无路数 为什麽 他老爸是当朝宰相 他大哥是英凝捷道士 无敌大长君 宇文成多 有这麽大的势力 谁敢去告他 你被他害了 就害了就算了 难道想自己都死了吗 对了老伯 那丞相府是哪里的 那来这儿没多远 在这儿过去 第二条行 门口就有座白鸟朝奉登 就是了 你问这些做甚麽 闲事莫利 年轻人 我不管 你好声走 早晚呀老伯 等我白府走了 秦庆对那几兄弟说 走 我们要承相府 帝兄六人就很快就来到承相府 哇 只见那儿人山人海 在那儿看那个百鸟朝奉登 一眼望过去 见到府门大开 门口就没人看守 秦庆老闹的嘴 小小声说 进去 在人群里面逼得逼得逼得进去 各位会问 这么大的丞相府门口 哪个看门口的家长都没有 当然是了 平时啊 这儿戒避心严 走近一点都不行 但是今晚不同 今晚是元宵佳节 大公子宇文成都就带着兵丁去查阶 大公子宇文成都就带着兵丁去查阶 所以门口就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弟兄六人入到府内 施展出灵巧的身手 东藏西朵 一直走到第三均 一看 坐北朝南在大厅 两边各有道各门 秦庆话 齐燕帝 你燕帝 你们在这儿把风 王謝两位燕帝 由西角门进去 我和齐燕帝由东角门进去 谁能找到阮良呢 就先救他出去 然后回来这些会合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事了 现在我们只是讲讲秦庆和柴少 他一入到内宅 到处那么稳 到处那么树起耳朵来听 看也看不到阮良的蹤影 也听不到阮良的声音 找来找去 一直找到后花园 看到西北角有一座楼房 窗口还有灯光 各位 这座楼就叫做玩花楼 乃是语民成为污辱妇女的地方 无意中被秦庆撞到来 他们两个走过了花池假山 一直来到楼下 跟着楼梯上去 听到阮良在房间里哭 秦庆柴少店的脚走到窗口旁边 用口水弄濕窗子 把窗口放进去 只见阮良坐在椅上哭 旁边有四个洗马 还有十几个丫鬟 只听见阮良说了 你们为什么要抢我来 还有没有皇发呢 有个肥洗马就说 哎呀 傻女啊 这里是不讲皇发的 又有个洗马说了 傻女啊 你就是打着灯笼 拍着门去找 都找不到这么有财有势的人家的了嘛 又有个洗马说 都要我地府啊 一世都是穿金大银 过神仙的日子啊 你说多好啊 阮良说了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都不肯的了 我最多就是撞死的而已 阮良一站起来 就想撞我头上去 下个个四个洗马 立刻拉着他说 哎呀 什么你这样的 猜猜猜猜 千万不要啊 我真的保你大了 如果撞死了 我们还得记忆的吗 那几个丫鬟立刻走过来 将阮良握在椅子上坐下 秦庆和柴少打个眼色 脑脑脑脑 啪声吹到门 一个战步冲我进去 那几个洗马 和那些丫鬟 见到他就慌了 他说 哎呀 你们想做什么 柴少叹声拔出保剑 指望那些洗马 和丫鬟 快点走入里面 房间不准出声 那些女人 吓到他走到里面 那间房间 阮良见到秦庆就哭了 秦庆说 你不要哭 跟我来 拖着阮良就出门下楼 柴少叹跟着走出去 谁知里面那些妻子 就大声喊了 快点来啊 后花园有财啊 有财啊 柴少叹回转走入房间 举起保剑 哎呀 一剑就当堂杀死了个肥洗马 他说 你们先头还有谁叫 那帮洗马丫鬟 见到死了一个就慌了 柴少叹回转 柴少叹回转 闪到门中 把保剑就隔在门上 他说 你如果还敢喊 我一个二个 拖着你们 吓得那些女人 真的连吐气都不敢 那么大声 柴少叹下楼梯都嫌慢 一扶着栏杆 跳到地上 就追赶秦庆 追到花园后门 就追到秦庆了 两个人在商量 他就把阮良送出去 给王老伯带走 怎样门有锁锁住 秦庆一手拿着把锁 困起神力 刻声扭断了 就出了花园后门 然后将门虚掩翻 秦庆背着阮良走前 柴少叹在后面掩护 迈开大埔 村街过巷 一直来到厮楼约定的地方 找到王老板 就放下阮良 王老板妇女相见 正说想哭 秦庆说 你们不要哭了 你们快点和阮良回家 哎呀 那么你赢了呢 我还要回去 我们还有人在这里 你们走吧 王老板听了 千多得万多得 对着秦庆和柴少 扣了几个头 带着阮良急急走人 这样一说 秦庆和柴少两个 跟着沿路回去 来到上府花园后门 推开门进去 第二次走上玩花楼 柴少叹 原来那把劍在门口里 劫住 里头的女人真的不敢出声 柴少叹拿回那把劍 循庆说 原来我们前面去找他们 好啊 两个人刚刚想下楼 听见楼下有人声 两个人一缩 推门走进房 一礼手把门关起来 闻张椅坐下就对着门口 里面房的洗马和丫鬟 又是吓得魂不附体 柴少叹说了 赤哥 听说话的声音 就好像语民成为这个小子 他如果上楼 我们就跟本地除一大害 你说好不好 好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这个时候就听见语民成为话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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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上楼好一些看看 你们今天 跟我抢来这女孩怎么样的 恶怒就说 哎呀 三公子 今天这个人你一定喜欢的了 真是小到说出百分之十五个 是吗 如果真的一盏 我喜欢 每人赶这一盏十两个人 谢谢三公子 实是一盏的 第二盏 上樓了 上樓上推開門 哎呀 房間坐著兩個大漢 幾個惡奴寧轉頭就走 秦庆縱身向前 在門口截著他們 撐一聲拔出寶劍 上眼六個 那四個惡奴一聲全部趴下 秦庆說不准吵 滾進去裡面 那四個惡奴真的聽話 爛牛牛的爛進去裡面房間 這時候剩下羽民成衛 嚇一棵木地站在樹 柴少指著羽民成衛說 你還認不認得我 你 你不是就是那位柴 柴公子嗎 沒錯 你這個小子 似著我家的勢力 披押善良 搶奪文女 今天我要管教你 柴少越說越生氣 上前一腳就踢出羽民成衛的胸口 並噴一聲 這個雖公是仰面朝天八道 柴少上前 一腳踩著他的小肚 一彎腰 把他的左腳拉起來 嚇到羽民成衛 劏主 這麼快 爺爺 忠忠 大公 你放我 你放我 我什麼都不敢 逃死我 不敢了 我 什麼 放過你 柴少出力了 嘶 嘶 羽民成衛 慘了聲 就被柴少撕開兩邊 一命烏敷 再看柴少 哎呀 全身染手血 秦琴見到柴少 殺了羽民成衛 喝了聲 好 就和柴少一起下樓 出了東角門 上去找齊彪和李炮 啊 誰知蹤影全無 為什麼呢 他們兩個去哪兒 原來齊彪和李炮 他們兩個人 就是這處把風看水 等了很久很久都不見他們四個人出來 齊彪都餓了 看到大廳裡面燈火明亮 兩個人趕緊進去找東西吃 進到大廳一看 哦 只見當中就放了一台酒菜 兩份碗快酒杯 一碟碟菜 就拿碗蓋住 齊彪說 咦 兄弟你看 他們都和我們開定桌 等著我們來的 不吃就太過不給面 你怕說 沒錯 整個給我們享受 各位 為什麼有酒菜在這兒 這位酒菜 是為丞相宇文化吉 和他的大兒子 毛迪大將軍宇文成都準備的 因為丞相宇文化吉 就被進王楊廣請了去內工商量機密大使 與民成都 就巡查驚師 這位酒菜 就為他們父子兩人準備的宵夜 等他們回來吃 那幾個侍從 見到丞相父子還未回來 就偷雞 扔到門房 和其他伯仁賭錢 所以大廳就沒有人在那裡 齊彪李炮一看 適合河車 一坐下 揭開碗 風捲殘雲 又飲又吃都不知多過癮 齊彪一邊吃 扔高頭 掛了一對玲珑寶塔珍珠燈 他就說 李炮 等待我們走的時候 就把這雙燈帶走 好嗎 李炮 就這樣說 齊彪就說 這麼悶走沒有人 猜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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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出彈弓手 什麼時候有這麼壞 來吧 李炮 發財日四 紅四 二十三 七 小 厲害了 兩個人在這裏 抹大喉嚨 居然拆起妹 上來 剛剛拆了兩拳 門簾一拉 秦庆柴少走進來 他說 你們兩個這麼大膽 在這裏拆妹 齊彪見到他們就問 二哥 夠不夠多人 秦庆剛剛想說 又見門簾一撥 黃伯當謝影燈 兩個人走進來 也是問夠不夠遠良 於是秦庆就將夠遠良 撕開羽民成為兩邊的事 告訴他們 大家真是開心 齊彪眼快 看到黃伯當和謝影燈身上揹著一包二包東西 就問了 你們身上揹著什麼 黃伯當說 我們找不到遠良 你看見一個百寶箱 打開一看 哇 都是珍珠寶石 你們都是那個老賊 貪贓受賄得來的 應該帶走 齊彪說 應該 應該 不過 別看你們包了幾個包袱這麼多 未必有兩盞燈這麼值錢 喂 你炮 你除了一盞 我除了一盞 帶走它 說完兩個人 爬上桌 一人去除了一盞 秦敬說 喂 是兩盞大燈來的 你們怎麼帶走 齊彪說 很容易 他把燈裡面的蠟燭燜了 向下一盞 那盞燈就跌起來 扁踢踢 哈 原來這盞燈是金絲軟閃跡的 我們是一條腰爪一圍 對 這兩盞燈是外國進貢給楊堅 楊堅刺了給丞相 哈哈 想不到今晚 便便宜了他們兩個 秦敬說 好了 我們快走 齊彪說 慢著 齊彪 你不是把那個蠟燈撕去兩邊 依我說 我想吃狗肉 一件就這樣 兩件就這樣 不如這樣 你炮 我們跟他放火 李炮說 沒錯 燒他狗鬥 秦敬和大家都說 好 齊彪李炮 拿去那些燈 點著那些台圍門簾 像萬等等 閃著眼睛就燒到含含聲 秦敬說 我們快走 第兄六人就按照沿路出來 走到門觀廳一看 自見那些聽差 視從 門房裡賭錢賭到興奮 秦敬心想 你們慢慢玩 又得你們過癮 他們出了上府 向著東邊一直飛筆 剛剛走過了古樓 後面已經是火光燭 人聲鼎肺 聽見地保大聲喊 看著那些閒人快點回避 城裡有響馬 第兄六人一聽 小聲喊 我們快點走 不是走不掉 就拼命地向東跑 當他快到東門的時候 對面突然排開一隊人馬 攔著去路 咦 為甚麼 原來在玩花樓上那些男女伯人 見到三公子被撕開兩邊死了 嚇到臉青唇白 冷汗淋淋 想喊又不敢喊 不喊又不行 等了很久很久 聽不到動靜了 才震震下樓 一看大廳火燭 嚇到一撲一撲一撲走進門房 只見大管家就帶著一群人 還在賭錢 洗馬和丫鬟 就把玩花樓打死三公子 大廳火燭的事告訴他們 這個時候 又有幾個博人走來 說城上的書房 和多寶國的珍珠寶貝 被人偷了很多 嚇到大管家就魂不附體了 馬上騎馬出去 去找大公子宇文成都報告 宇文成都聽完 抬頭一看 只見城上府那邊是金蛇亂喘 烈焰騰空 濃煙滾滾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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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唷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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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8上的等教育 owон 巨尔第一心 我們法阱 出現上府離開西門最近 我們還要走東門脾氣 王伯當郭亂遲称 她取出了 проблема 果然見到一隊人馬 雙播間 leading the apostasy 有个元战将全身披挂 骑一匹高头大马 执一支杖八长枪 马后有人打着一支三国大旗 上面收着左堂两个大志 看见秦庆他们六个人就大喊一声 你们干什么的 如果是响马就快快速手就擒 我奉宇文将那些命令来捉难你们 黄八当一听发火了 他们的秦庆说 二哥 让我去拿他们的狗命 党员拔出宝剑 带步行战 看马上是什么人 我是左堂将军将成 你敢敢拔剑对抗官兵分明响马 看枪 一枪就对黄八当面门刺过去 黄八当正 见枪来到了 向右边的闪 一帽帝 揮剑就削马脚 那只马尸叫一声 整只站起 将张成就抛了落地 四脚朝天 连枪都丢了 黄八当都不等他起身 合声跳上去一步 双手握着剑向下一插 插张成的胸口 当堂拿了他的命 见到黄八当杀死张成 秦庆他们个个都拔出兵器 秦庆说 大家一起上杀退官兵 那帮官兵都不用你来杀了 大声地叫 哇 将军死了 快点赶 散光 秦庆他们见到东门已经关闭 立刻就扔他西门 就快到鼓流了 又见对面人声纳喊 一标人马举着火把迎面来 在火光之中 当头一圆战将正是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将手上的讽刺流金挡一横 高声渴骂 呀呀屁 你那帮响马还想走那边 各位 究竟秦庆走不走得脱身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秦庆他们六个人遇到宇文成都 唯有走回头 谁知就走进一条拔头巷 宇文成都追到巷口截着 你怕用石头打出去 打中宇文成都匹马的码头 整匹马打横退三步 这样就遇到宇文成都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有个人用铁棍打宇文成都的头颗 匹马向旁边一退 这支棍就打空了 这个洗棍的人是谁 不用说 各位都会猜到的了 就是那个卖工的洪阔海了 先头他那把家料硬工 就被宇文成都拉断了 他很不分析 就马上回到客店 结了仗 拿起一条棍 想去找宇文成都打过 店小椅黄三 看他这样的样子就问他什么事了 洪阔海于是将自己的来历 和先头的事情 说给黄三听 黄三就说了 哎呀好汉爷 既我说呢 就算数了 这些戏啊 不好斗啊 不斗得的 满下手啊 连命都没了的 洪阔海说了 我说了怎么就怎么 你不用劝我了 为什么事我要跟你说这么多东西呢 就加因我这匹马 是宝马良区 叫做黑杀兽 老板你跟我照料着他 我如果死在宇文成都手下呢 那匹马就是你的 他怎么都值得几百两银的 如果你卖 钱少了就不好制了 如果我没死 我回来拿一匹马的时候 我必然会重重答谢你 黄三见你劝极他都劝不听 就答应他了 那洪阔海饱吃了餐 托起铁军再次入城 四围去找宇文成都 忽然间一阵人声嘈杂 听见有人在那里叫 宇文将军捉拿响马 洪阔海当同 拒了拒 拒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响马 他以为捉自己 他问了问人 原来先人知道 有几名响马就大闹丞相府 打死了丞相的第三仔 宇文成位 他想对了 你似有乱博就最好 他找来找去 突然间 他见到宇文成都在大路边对着巷口 巷里面有个大只佬 还在那里念咒 要施展法导 洪阔海想 宇文成都 你和你实无名 他扑声跳过去 举起铁军在后面对着宇文成都头 就打过去 哈哈 谁知又这么合适就这么巧 这个时候李炮一石头就打中个码头 马一趟歪 宇文成都这样就执回一条命 趁着这个时候 秦勤他们六个人来冲出巷口 拼命地向着东边飞奔 齐彪说了 我要卖工佬 我们一起扔吧 宇文成都一看 哇 原来先头过一棍 就卖工那个人打的 好彩打空了 想起来 哎呀 飙了成身冷汗 正在这个时候 后面的官兵 举着火把赶到来了 宇文成都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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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成都跟着我追 哇哼 竹响嘛 不要让他们走掉了 秦勤他们加上洪阔海 总共七个人 一起哼哼声向着东边跑 走啊 走啊 又捐入去一条巷 这条巷都几长下的 他们上下走到那边巷口 咦 怎么知又遇到一支人马 为首那个将军 在火把照耀之下 看到巷里面有人就叫了 哎呀 接着他们 那群兵兵的蓝喊了 哇 捉响嘛 接着他们啊 秦勤他们一看弊家火 立刻又走回头 走到那条巷中间 秦勤就说 哎呀 不要走了 那边宇文成都已经追到来了 齐彪就说 哎呀 死了 那两球折射 我们怎么办好啊 秦勤说 跳场 没错 大家说 好好好 齐彪说 哎呀 洞场这么高 我们跳不上去的 黄白当说 不要紧 有我 有二哥 柴兆和谢影灯 我们四个人跳上去 在上面用腰带 摺你们上去 那三个大头人都说 哎呀 好啊 好啊 是这样才行的 这个时候 就听见这边的兵兵叫了 喂 那边的队伍啊 你们是哪个的部下啊 那边的兵兵又叫回头 我们是右堂张孙将军的部下 你们是跟哪位将军啊 这边就叫了 我们是跟宇文大将军的 宇文城都就下命令了 中兵兵 你们大声叫 那边防战 我们在这边截着他们 那边兵兵就大声叫了 那边就听出来 宇文将军叫你们开攻防战 那两边巷口灯球火把 照到好像日头那么光猛 这个时候 只见秦庆 柴少 黄白光 谢影灯 将他身一蹦 一跳 噗声来个汉地拔冲 出声标上去用手 抬着墙头 再出力向上一触 那四个人都骑在墙上面 秦庆王 黄白光 谢影灯三个人 立刻脱了自己的腰带 对着下面说 喂 你们三个快点 绑住那条腰 我们拉你上来 柴少 就说 卖工那位朋友 将你的铁棍递给我 洪阔海说 好 麻烦 这个时候 两边的兵兵就叫 向马跳场 那三个大老人不懂跳的 用条带拉他上去 宇文成多看 哎 激到 真是爆 大声叫 众兵兵 全我命令 立刻将这座屋包围 十时间 两边的兵兵 拼命走 很快去 就将这座府帝 沉沉沉 为了水舍不通 宇文成都来到这座府帝门口 正想叫门进去搜查 抬头一看 哎呀 不由得心 乒乓一跳 就实眼尾了 原来这座府帝 是昌平皇优秀的 这个昌平皇府的规矩 和其他皇府不同 你好像今天正月十五 哪一家有才有势的大府人家 不走下灯市 不去玩下的呢 哈 为了是昌平皇府 就不是了 这一晚刻 任何人等就不准出门 昌平皇本人就在大厅的游郎那处饮酒 院子里头灯光明亮 两边的刀枪夹摆着各种兵器 皇府里面上上下下个个都会武艺的 有打拳的 有玩枪刀的 有打对打的 管家婆呢 就可能和近身马者就玩一套单刀对枪 小丫 和他随私 或者来一趟空手夺短剑 总之 皇府里面就拾了个练武馆 每逢过节的时候 昌平皇都是一边喝酒 一边看大家练功夫 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这样了 哪个玩得好 当堂有打赏 今晚 大家正在玩着 只听见外面人声淡喊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昌平皇叫家人出去看看 过了一阵 家人回来报告 稳父王爷 是语文将军捉拿响马 听说这些响马 在西场挑入我们花园里面 昌平皇吃了惊 咯 不是这样的事吗 拿我双边来 你们带上兵器 跟我去后花园看看 说这么快 大家各执拜都 打着灯笼来到后花园 一看 西场脚那树 确实有脚印 还有跌下来的灰尺 知道响马 是在这儿跳进来的了 就顺着脚印 一直地稳 现在我们再说 有七名好汉 他跳进后花园 要过了一排假山 就来到一片竹林前面 齐飘细细声问洪阔海说 朋友 今天我们走在一起算了 有缘分 我看你好像我们合字 洪阔海就说 是怎么办 我们并肩子 各位 合字就是绿林人马 并肩子 就是大家联手 这些都是绿林的黑话了 齐飘就问了 那我们一家人了 你是哪个山头的 我是金顶太行山的 蛤 那 那你不是洪阔海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哈 死神头 你说的 你这张工那么厉害 连我们嫖把子 善同信 都被你吓死了 不敢上太行山找你 想不到今天 在长安城的灯市 哈哈 你那张工 变了难铜难铁了 洪阔海就说了 嘿 那不是 你是哪个山头的 我是大洋山的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就是齐飘 齐国远 是不是呢 大洋山 还有个李炮的 李炮就说了 哎 我就是啊 洪阔海就问 那那几位是哪个山头的 不敢跟我引见一下吧 齐飘又说 那 这位 是我们南路的嫖把子 用三郎 王八光 这位是我们西路的嫖把子 神社长 謝领登 洪阔海 拱手行礼说 哎呀 原来是王謝两位大哥 有礼有礼 接着又介绍 秦庆柴少 被洪阔海相识 大家好高兴 正在这个时候 就听见花园门那边 有人声 和脚步声 秦庆说了 有人来了 我们也进去竹林里面 那七个人 很粘粘合 粘势地 都衝進去竹林里面 现在说说 昌平黄优岁 他带着家长 纯住的脚印 一直在竹林前面 他估计那些人 会确定跳出来 就对着竹林说了 响马 listening 你们出来 你连躲在竹林里面 就了事了 不行的 正正地出来 是,你们说清楚究竟是什么事,我昌平王最讲公道的,如果你们有道理,我就保你们。 秦庆一听,高兴了,各位,这趟没事了,外面讲说那个人,原来是我仪掌昌平王的优势,大家当堂爽了。 秦庆讲完,用手分开竹,就走出来了,家长听见竹响,喂,王爷,响出来了。 大家手执钢刀,大雙眼瞪着,昌平王翼握住双边,摆好姿势,以防不差。秦庆很仔细,他就快走到竹林边的时候,他就停着脚步了,他说, 秦庆,我是你秦庆秦庆啊。 昌平王我听,什么,什么是你啊? 冬家长,王爷,你们哪个都别动手下,这个不是外人,是我秦庆啊。 秦庆,你出来。 秦庆这样才走出来,对着幼稀,跪低叩头行礼。 秦庆大人,秦庆跟你叩头。 秦庆,你说我听,你今天来做什么事? 秦庆,秦庆,上个月我们在客店见过那时候,你不是说过叫我来长安办完公事之后? 一定要来你家,探望姨妈跟你两位老人家的吗? 今晚啊,我特意跟你两位老人拜个晚年啊。 啊,秦庆啊,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学得这么滑头啊? 哦,你们秦庆,探亲戚拜年,转半夜三更跳墙球的吗? 秦庆说,:"咦咦陆 тип伞 slots啊。」 外面乳民城都,大兵筑拿响马。 你们今天出来看燈,在热页拍摄不能开眼 Gr秦庆, 不开眼看到就更是不平之事,路见不平就要比余多管闲事。 你们多多少少碰上了些板 叶了些是非是不是呢 秦庆就说了 秦庆你真是英明 一说就中 我们确是多多少少 叶了些是非 要求你老人家帮一下手 那么当然帮手了 叶了什么是非啊 说出来 让秦庆帮你担待 这样的 说吧 秦庆 很难说的 秦庆 你吞吞吐吐的样子 是不是有人命啊 对啊 秦庆 是有人命啊 真是可怕你 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多少条人命啊 一条而已 一条就容易说 既然是今晚遇着我了 唉 你们秦家 就好比千锦地 净分你一拖秒 我怎么都不能 看着你和人家 填命的 你长官司 我怎么也帮你打碰他 你说 打死谁啊 我告诉你 我听听听啊 我把丞相大人的三公子 撕在两边打死了他 昌平王一听 大气一惊 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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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搞啊 你为什么事 要撕在两边呢 于是秦庆就将乳民成为 如何强抢梁家妇女 这样大概说了一次 昌平王听了 他就说了 杀得好 不要紧 你们总共多少人在这儿啊 总共七个人 你叫他们出来 让我见一下 秦庆刚刚想叫大家出来 拜见昌平王 忽然间听到王府外面人声 吶哭 唯苦啦 不要让你向马走啦 昌平王就说了 秦庆 不要叫他们出来 听不听到啊 外面唯苦啦 必定要入苦来守暴你们的 你还是回去竹林里面避一避 秦庆认了声 就躲进竹林里面 邮帅又吩咐家人 如此这般 好在人多就好做作 闪着眼睛 就将墙上跌下来的灰屎 和地下的脚印 全都用掃把掃过 一字掃一字向后吞 一字掃到花圆门这边 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然后呢 删回好那里花圆门 昌平王仍然返回游郎那里坐落 叫守下的中军旗派 两旁站立的赵洋练武 他将自己和秦庆的关系 跟大家讲明了 他说 总之呢 我就不能够给他们 绕秦庆去的 如果他们入府搜查 我有办法对付了 跟着祝父老家人 优异去门口吐实 如果宇文成都亲自叫门 就要如此如此对待他 现在翻转头说说宇文成都 他来到昌平王府门前 他想 嘿 那么多地方好跳 这几个响马 怎么偏偏跳入这树里头呢 手下的人就问他说 将军 你皱着眉头做什么 哼 你们都不知道 你这老王爷皮体特别 出了名 是死牛一变颈的 论官含他高过我 论私交他辈分也高过我 论岁数他也大过我 这个人很难说话的 将军 如果是这样 这个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算数啊 怎么能够算数啊 宇文成都落了马 行上台阶 伸手要拍门了 咦 慢着 他缩一手 正啊正头盔 拉齐整些袍甲 然后又想拍门了 嘿嘿 还没得 一左一右 仔细看一下身 看一下条腰 哎呀 连王将宝剑脱了下来 人类 我拿着 哎 将军 你就是虎手部 刹人 那样脱了宝剑 拿什么来护身啊 哼 你们都不知道 我如果带着剑 进去王府 见到老王爷 他实会说 宇文成都 你真大胆 身带利剑 夜入王府 你必定是有意行刺 人类 将他绑起来 嘿 将我一绑 困在门房一蹦 明早早朝 还要将我押去金殿 见皇上 哼哼 那虎又不用手 贼也不用捉了 将军 你说得对啊 宇文成都又看看全身 没得挑剔了 那才扯着门纹 啪啪啪 拍了三下 听到头有人认了 喂喂喂喂 拍什么呀拍什么呀 看清楚点先啊 看清楚是你们祖先的家才好拍呀 不要拍错呀 宇文成都一皱眼眉 转转头 用手指一指到门 意思就是叫手下人听一听 这样的说话 都不用说王爷了 连他手下的家人 全部都这么不讲理 宇文成都忍着气说 麻烦你开开门 我们经营 接到是宇文成都 前来拜见王爷 幼儿才开了门 周身晦气地说 你拍门做什么呀 宇文成都拱一拱手 吓吓气气地说 帝界有例 有例 有话就快说 有屁快放 吓吓气气地说 吓气气地说 宇文成都就忍着 老板跟我通告一声 说宇文成都要求见王爷 好 在这等着 麻烦 又关上大门 幼儿进去见到昌平王 他就说 王爷 宇文成都叫门 要求见你 好 带他进来 幼儿又是出去开门 他说 宇文成都 王爷叫你跟我进来 是 麻烦你前面带路 跟着来 宇文成都跟着幼儿 走进去大厅 只见昌平王就在游郎那里坐在那里 就连望在台阶下跪低 秘职宇文成都 拜见王爷千岁 幼儿啊 他真的想逐宇文成都 鸡脚 如果他随身带着剑 就实行绑起他先 明天早上 他金殿 慢慢才讲数 搞得他手查不成 他看着宇文成都 居然 刺手进来 没有带兵器 我心里想 哈 都算你 于是他大声地说 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 你都没错 如果论品级 你住是没有你的座位 因为我和你父亲一段为神 看着你父亲份上 刺你的座位 坐吧 多谢 嗯 王爷你不要生 你听我说话 说完 虽然我三帝行为不端 但是 来的这帮人将我家的珠宝 抢掠一空 还在上府放了把火 真正行俠仗义的人 不会这么贪财的 你帮人分明是响马 宇文成都逼着昌平皇 一定要守府捉策 究竟捉不捉到人呢 邱帅又给不给他守府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组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 宇文成都要入皇府守查 邱帅又不变难了 就大大方方给他入来 宇文成都行前 邱帅在后面跟实 那群兵兵就打着灯笼火把 在前面各个院到处找 查来查去就找来找去 查到后花园 入了后花园 宇文成都行前一看 连个脚印都没有 在西面响马跳墙的地方 一些痕迹都找不出 宇文成都就想了 咦 不通这群响马 王爷 据卑职所见 这片竹林一定是响马藏身之所 邱帅说 你是说竹林里面 那些响马能够藏身是吗 那你就进去竹林竹拿响马 回品王爷 那响马在暗处 我在明处 不要说我 哪个人进去都会吃亏 那 照你看是怎么做才对呢 王爷 我想斩竹搜策 将这片竹林 全部斩低了 那响马自然而然 就会暴露出来了 邱帅说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话 这片竹林 那是我心外之物 我中了几多年 你们家后花园 也有片竹林 如果和我这片竹林 比 算喝得远了 你要斩竹搜策 不能 不能 宇文成都应该 Mli不比我斩竹搜策 里头一定有古怪的 于是就紧急了他说 王爷 他就被矩看 这片竹林 非斩不可 捉到你的响马之后 我派人去南方 却 na ngu 给你老人家 买那些最好的竹 来保重 如果你不准卑职斩足 我不怕斗胆说句话 王爷你不要介意 难道王爷你和这些响马 是不是有什么牵连 你说 我和这些响马 有什么牵连 你簡直胡说一通 既然是这样 就请王爷开声 准向我斩足手冊 好 我就准許你斩足手冊 不过 这片竹林你斩了之后 如果你找不到响马又怎样 如果斩了竹林 没有响马 请王爷上甘殿参我 将我隔职查办 那得了吧王爷 好 如果斩了竹林 没有响马 我就上甘殿参你 秘职说过的说话 是如白演造版上钉钉 决不增改 既然是这样 你明灵兵兵斩足 宇文城都立即下令 再调五十名兵兵进来 各执尼刀 准备由东向西斩过去 宇文城都保剑出招以防不测 优帅在宇文城都背后 扎实在掌握得硬 宇文城都大喝一声 还砍 砍竹 只听见 从东边一直砍到西边 将大片竹林全部砍得完 哼哼,响馬中影全無! 宇文成都在前面耳聲, 昌平王在後面耳聲, 宇文成都耳聲,覺得奇怪, 整個花園就這地方能夠躲人落,為什麼一個人都沒有? 昌平王耳聲,覺得更奇怪, 因為他明知那七個人走到竹林裡,他們去了哪裡? 既然找不到人,昌平王就口硬了, 宇文成都,半夜三更, 全心來害我, 竹林已經斬了,响馬也沒有影, 是不是響馬在西場跳進來, 又在東場跳出去? 不會的, 我一點多時間都沒有讓他們留下, 一早我們全力將王爺虎上圍到水舌不通了。 哦, 那奴夫就不理你那麼多了, 這片竹林你給我剷了, 你說的說話要算數, 不爭想潮, 我就要參你。 好, 卑職就等王爺上殿參我, 你都響馬我亦不尊了, 卑職告一遲, 跟丁丁跟我出府。 宇文成都一吐氣地帶著他手下丁丁, 哩哩喇喇喇喇就走了。 這個時候已經四間幾, 昌平王休帥回到書房, 哎, 我先吃點東西, 亂一壺酒來, 啊, 搞了我一晚真的有點餓了。 很快去, 酒飯準備齊全, 他喝了兩杯酒, 吃了多少東西, 老管家休義就問了, 王爺啊, 你不是說要上朝奏館的嗎? 是啊, 如果你要上朝, 時間就到了, 現在已經四更三點了。 趕快和我準備, 又以連王傳出命令, 女班全外班, 外班全護衛, 全是抬轎, 沒多久準備完畢, 昌平王著好朝服, 一班士從速擁著上轎出門, 直奔金戰地準備去參奏羽文成都。 邱瑞為何這麼急啊? 他這麼想的, 我要快點搶先上金殿見到王上, 將羽文成都插不住, 抬轎, 不參與他, 他必定會帶兵再來搜查的。 秦庭他這班人到底躲在那邊說, 我認不清楚, 到時就想庇護他都難了。 …… 且我和奸賊羽文化及素來不和的, 羽文成都是他的長子, 萬歲欽翅, 金牌號稱天下勇猛無敵, 天保將軍第一名, 雖然說他為人, 就好比他父親 終於是奸賊了一條手臂 差不多羽民成都 就免得奸賊得世 忠良受害 故知昌平王優帥 當時也顧不到 去找秦勤他們 見到羽民成都一走 隨便吃東西就趕快上朝 他走到半老 聽見前面月王楊素府內 的人聲圈蛙 立立不知出了什麼大事 他丟一丟轎底 政府立即停一轎 他就說了 人類 侍從連王上前說 是 思考王爺 你們要看下月王府 為什麼亂得誤教官 遵令 過了一會 侍從回來說 品保王爺 聽說是月王府內的 管將師爺李靖 壞掉了個幾紅窟女 丘叔一聽就說了 他這麼風流 雲事 不理他這麼多 快快上朝 怎麽不知入了五朝門 一片極靜 丘政好奇怪了 進到朝房一看 就只有他一個人 心想了 今天我來得不算早 為何沒有人 丘Sir在想著 只見有個老太監 張倉就上前來見禮 老王爺 你來了 公公 我問你 今天朝房裡面 為何一個人都沒有 莫非朝廷出了什麼事情 老太監就空前來說 是啊 王爺 真是出了事 跟著張倉中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靜靜地說給昌平王聽 各位 秦勤他們究竟躲在哪裏 又究竟脫不脫身呢 我們以後才講了 現在 就要跟大家講講這件 恭維的大事 我在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講過了 徐朝開皇天子徐文帝楊堅 他又不喜歡掌子楊勇 寵愛賜子楊廣 楊勇已經立了作東宮太子了 徐文帝有心廢長立右 當時唐國公李渊勸諫民帝 歷史上很多廢長立右搞到朝政混亂 沒有好結局的故事 說到徐文帝的心 十五十六 這件事就暫時作罷了 晉王楊廣就懷恨在心 他跟丞相與民花俠 打造童謠的欺騙父皇 將李渊一扁做太原后 林同山劫殺李渊 被秦勤救了又不成功 為了爭個太子做他一直憤憤不平 有一天 承相與民花俠去拜候他 見到他仇魂滿面 就走到他低聲說 千歲你悶悶不落 是不是為了東宮之事啊 楊廣一聽 連王叫那些侍衛走開 就留下親信是從張行在處 他問與民花俠說 你承相你有何見交呢 與民花俠說 廢立之事 當初就有李渊勸諫 還有太子的印親 老承相高拱從中作梗 現在李渊已經被貶 高拱亦因得罪天子 就被貶為廢人了 所以現在 我看只要疏通了皇后和月王 就何受大事不成啊 於是與民花俠和張行 一起幫楊廣插了一條欺君之計 徐文帝楊堅 是一位開國之主 但是他很怕老婆 這位獨孤皇后 原來是北周鮮卑大貴族的女兒 當年楊堅曾經在他父親獨孤遜徽下 做過一名將官的 楊廣知道要奪取東宮繼承皇位 就一定要在母后中下手不可了 楊廣這份人本來是個走息之徒 但是在他母后面前 就裝飾了一本正經 見到那些公俄彩女 連眼尾都不少一下 每次入宮 好衣服就不穿 好居馬也不坐 還故意將掛在房間裏面那些琴的琴弦 搞斷他 讓那些樂器沾滿灰塵 又不舉行宴會 不舉行歌舞 就處處都表示自己的厭氣聲色 他有事無事都去宮裏面請安 有什麼佳咬美味 奇珍異寶都呈現給母后先 如果母后有些病不舒服 他就一日三請安 有時還通宵守候 整個孝順仔 於是將那位獨孤皇后 哄到點點 他大哥楊勇 就沒有他那麼聰明 不懂搞這套把戲 而且楊勇 也不喜歡母后跟他娶的妻子 袁飛 即是寵愛一個基設民事 而且他的基設很多 總共跟他生了十個小孩 這些事 他都是名打名的 亦沒有遮掩 誰知有一天 袁飛突然心痛病發作死了 這次楊廣和宇文化及有機會 他們到處山寶留言 說袁飛是被楊勇和宇文氏暗中害死的 故意將這些說話傳到獨孤皇后的耳朵 皇后真是信了 從此 皇后對太子楊勇和宇文氏非常厭惡 進王楊廣一邊就母后哄到碰了 一邊就拉攏朝廷大臣 他是假仁假義 孤名釣魚到處買好 反而皇上寵信的皇宮大臣 他都特意尊敬 在他們面前從來不擺王子的款 而且不受老臣的拜禮 看見他們都口稱老先生老袁勇 這班老臣子被他壓過了 以為他是個好王子 他對太監公俄也很看得出 不打不鬧 裝出人德寬厚的樣子 在此時上有賞賜 將來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只算後代都受皇恩 那個月王楊宋是個老奸巨壞的人 他收了禮物 極口說向皇后請安 參見皇后 想探聽皇后的心思 他剛剛開口 獨孤皇后就說了太子楊勇 怎樣怎樣不孝 進皇楊廣 怎樣怎樣孝順等等等等 說得雞丁不斷 這樣一來 獨孤皇后 月王楊嫂 丞相與文化 串通在一起 今日你進一言 明天我進一語 日日在徐文帝楊坚面前 說太子的壞話 又說進皇的好話 開始的時候 楊堅也不肯信了 天長日久 水滴石川 慢慢慢慢他都信了 徐文帝做皇帝做得耐 年紀又老了 凡事都容易起疑心 他最怕一件事 最怕太子楊勇 散他的位 奪他的權 楊廣摸到他父親的心思 就買通東宮太子的親信 向皇帝自首 誣告太子楊勇 說他怨恨詛咒天子 私建公園 養馬千匹 有謀為之意 徐文帝聽了就勃然大怒 馬上落勝子 拉了楊勇來 交給楊素審問 當時昌平王優勢 宗孝王五建章 都為太子楊勇保走 說太子年紀還是輕 又聲色喚號的小過錯 但他並無謀為山權的事 原諒他一次 但是太子有罪的聲勢已經造成了 徐文帝要廢長立憂已經落了決心 這個時候 李渊就趕走了 只有兩位王爺保走 終歸就不能挽回大局 沒多久 徐文帝就召集群臣 宣佈廢太子楊勇做輸人 即是做老百姓 立楊廣做太子 並且將楊勇交給楊廣管制 可憐楊勇被屈屈含冤 幾次上表申訴 被楊廣押住 就沒辦法了 為了琴上坡樹上 天天對著後宮大聲喊 父皇 父皇 我冤枉啊 冤枉啊 有一天 居然他哭冤的聲音 讓徐文帝聽到 因為想見見他 楊宋的連亡稟就說 啟稟盛上 楊勇神智紛亂 是被惡弊所迷 不要再見他 徐文帝聽了也算了 講到這裡各位會問一下 徐文帝楊堅在歷史上 可以稱之為是一位開明的軍主 怎麼搞到現在受人魚龍越老越糊塗 沒錯 楊堅自從開國以來 兵佛南陳統一了中國 歷行捷劍改革救濟 推行軍田發展生產 減輕民眾負擔 受到社會繁榮 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但是這樣 到了他晚年 就因為王權鞏固 國家的財富又增多 那就沒有當年勵精圖治 而且他又怕獨孤王后 還給他參與政權 就罷免了開國緣分 老成相高景 又濫殺大臣 還用最凶狠狡窄的月王楊素 和那個奸相羽文化給 那這兩個人 又任用了大批貪官污吏 如肉百姓 在生活上 楊堅也不像當年這麼講究折劍 就在前幾年 即是在開王十三年 他已經變成了 叫楊素在長安附近的奇州 和自己建造一座楊老納福的人壽工 楊素當時就派了一個叫做豐輪的細利小人 做土木總監 在天下各運各縣 就偵襲了十萬民工 在奇州城北天台山上 損了一座風水好的地方 破土開工 哇 工程大呀 平山頭田河工 斬大樹就混巨石 民工日日從朝到朝的兩頭不見日頭 辛苦到根皮力盡 吃那些都是發霧的糧食還不夠飽 那個瘦到皮包骨 薄庫裏面撥出來的工程款項 就被楊素和楓倫他們一層層黑購 貪污了成大本 那這個土木總監封鱗 就殺了個炎流王 指揮大小工頭打手 冒起皮邊鐵軍迫民工做工 不知道多少民工辛苦都不會動 躺在地下怎麼打都不願起身 楊素就下令將他們推到大坑 用大石頭扎實再來填泥上去 通通活埋 就是這樣屈死的民工就有幾萬人了 工地四周圍都是重兵把手 那些民工想逃跑啊 捉回來慘了 斬多兩隻腳斜才殺頭 雖然有這樣的重型威脅 民工裏面確是有膽大的 有個人在長安城拉回來的民工 叫做窮佬王四 他房無一奸地無一籠 兩個肩膊托著頭殼 光棍一條 別看他窮 窮得有志氣 打死餓死的缺不肯向權貴擠頭 他被官兵抓來做民工 建人壽工 他所想的 不是放他一把火就準備逃跑 有一日窮佬王四 和十幾個談得來的民工說 他們抓我們來建人壽工 幾萬人在這處受罪等死 反正我們做又是死不做又是死的 與其白白等死 不如盼死逃跑更好 大家早已有逃跑的心 大家都說 四哥 如果有路 我們跟著你走 王四早就探出有一個山洞 可以通到山外 第二天上山斬樹 他帶著大家在山洞一步一步地走出去 啊 誰知剛剛出了洞口 就遇上一隊巡邏的兵丁 大家拼命地向山下跑 兵人見到就馬上追 趕得慢的 被兵丁追倒 刀斬槍刺 當堂無命 王四腳踏牆走得快 一條氣就衝到山腳 剛巧 忠孝王五見章在這處經過 王四走得快就收不住腳步 將那個明羅開道的官差就撞掉了 坐在腳裏面的王爺 聽說這個窮佬王四是在楊素手下逃跑出來的 連王叫混迷在官差裏面遮掩了過去 各位 現在的忠孝王五見章 救了王四 引出將來的王四在法場祭殿忠孝王的事 這些是以後的事 現在暫時就不要說他 再說說月王楊素 趨逼那幫民工用了兩年多的時間 就建好了這座人壽宮 徐文帝、楊堅聽說新宮殿落成也很歡喜 馬上傳旨嫁幸人壽宮 楊素只不過只蝦慌 為什麼呢 那時候只是七月天時熱得很交關 沒有很多病死打死的民工 就這樣就躺在路邊都沒有人掩埋屍體惡臭難民 得了 楊素連王派了大隊兵出 就地焚屍滅殿 沿路擺起一盤盤鮮花 剛剛搞定 徐文帝的農居奉年已經入宮殿大門了 這座人壽宮 徐文帝住進去就不仁亦不壽了 究竟後事如何呢 請下回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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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